大家好,我是陈俊宏 我是这一部短片的导演 这次主要是来讲解 这部戏的整体 需要述说的内容 这部短片的类型是 金树类 有演出的是 演员是鬼 有鬼,男主角 和一个司法的神鬼 想拍这次的题材 是因为 想拍出金树类型的短片 而重点是想传达 某些信息来 给观众 想传达的信息是 告绝观众在怎么样都 不要因为一时的谈 而拍了自己 主要工作分配是 先来说 摄影师 掌镜拍摄和影片中的 一些打分工作 都是由文宣来负责的 接下来到后制处理 后制方面我们会有 分配剪记画面 上字幕 放背景音乐 还有特效影 剪记画面是由尾龙来负责 之后上字幕又会由我来负责 而最后 尾浩是负责放背景音乐和特效影 在短片中 男主角是饰演 因为 偷了一个东西之后 被鬼跟上 不断遇到鬼的恐吓和感染 是还蛮非一般的 因为要注意脸部 被惊吓的表情之外 也要调整当时的状态 才能达到当时要的效果 在拍摄这部电影 我学到了如何带领 团队合作 如何分配各自的工作 所以这部戏的内容 所学到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因为一时的 探索 掩盖了自己的性格 做出不为人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 因为一时的冲动 而害了自己 哈啰,我是尾龙 就是这部 戏里面的鬼哦 除了饰演这个角色 我还负责后置的 前期画面 遇到的难题就是 我除了要披上 非常厚的披风之外 还要涂上洗背后的妆 非常难洗 我一个脸就洗了45分钟 虽然非常累啊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不错的 不好意思啊 忘了今天以豪没有来啊 这样我来帮以豪讲啦 因为这部短片呢 到最后他没有给我们地址 去哪里找他 所以 我们也找不到他来 做这个interview 他所饰演的呢 就是一个无理头的一个神棍 因为 他知道那个 男主被一个肮脏东西跟了 然后就 擅自闯进 主角的家 帮他解决这些司法的问题 就这样 IGHTS 2 2 2 3 4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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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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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